對著鏡頭開心畢業還能自己吃飯 還能想像這個女童在三個月的時候 被診斷為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喊病兒童 一般活不過兩歲 但小女童現在已經四歲半了 脫離呼吸器 還可以坐著靠屁股移動 跟老師玩丟球 一點一滴都在努力進步中 但跟醫院的官司卻讓爸媽好無力 四年前高雄一對夫妻 在懷孕兩個月的時候 自費做了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檢驗 但檢查結果沒問題 隔年卻生出了重症的喊病女兒 夫妻倆認為醫院檢驗有誤 提告求償800萬 去年高雄地院一審判賠360多萬 但案件到了高分院卻大逆轉 認為醫院有4%的機率驗不出來 加上媽媽9年前生第一胎時 其他醫院採檢也同樣查無有SMA的基因 因此改判醫院免賠 郭潘免賠醫院低調表示尊重司法 而女童父母則透過文字表示 雖然現在孩子狀況越來越好 但是定期的醫療支出 也成為擔心家庭的不小壓力 覺得正義已經越來越遠 後續也不確定有沒有能力在上訴 只能盡力而為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